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夏天超持久不溶妝的底妝怎麼化 只要手法對 然後使用的產品對 就可以讓你夏天擺脫妝 底妝吐石流的困擾 請看接下來的分享 首先呢我會先擦一個 我覺得成分OK的防曬 就大概擠壓一下 那我擦防曬的時候呢 我會先擦一個我覺得成分OK的防曬 現在臉上點均勻再擦 接著第二道我會擦比較 控油的勢底乳或防曬 因為我不是整個臉都會出油 我只有中間這一段 就是會出油 因為我是混合品 那我最近收集的控油的勢底乳 有這兩個 一個是專櫃的Covermark 一個是Sophina的 這個台版的這個 這個好像在淘寶還蠻紅的 那我今天先用Covermark的給你們看 假如你跟我一樣 毛孔比較粗大的同學呢 請可以用刷子 這種比較紮實的刷子 然後就是這樣旋轉式的散髮 這樣子的散髮會讓這個 裡面的控油粉末更紮實的 跑到你的毛孔口去那邊 做一個把關 然後下巴我也會上 因為下巴也會出油 可是假如你是整臉都會出油的人 當然這個就是刷全臉了 接下來我就會上控油的粉底 那我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覺得有控油效果 適合像我這種混合皮 油甜的人使用的 首先這個雅思蘭黛的粉持久粉底液 我自己最近是比較偏愛這瓶 阿曼妮的這瓶粉底 其他的推薦還有這個 Covermark跟這個 Sophina的這個 泰國品牌有這個Misting這個 直穿袖這一瓶的話 我覺得還蠻適合毛孔粗大的 那種容易出油的皮膚用的 那我今天就用我最近的新歡 阿曼妮這一瓶粉底液來做打底 這瓶粉底液可能網路上會建議說 用手上就好了 可是呢根據我的實驗 我發現這瓶用刷子上比較漂亮 你們可以看到我沾的時候 我不是一整個這樣沾下去 我是只有沾前端一點點這個位置而已 就是我基本上我都是從臉中開始上 然後就是旋轉式 拋光式的上髮 可以看到阿曼妮這一瓶是 有點半霧面的妝效 然後可是上上去之後 還是會帶著微微的肌膚天生的光澤感 不會整個都是霧掉的樣子 然後遮瑕度算中等 然後可以看現在左右臉的那個差別 就是它對毛孔是有修飾度的 而且對黑眼圈也是有些許的修飾度 接下來我要上蜜粉 控油的蜜粉的話 我自己還蠻喜歡 LORA Mercier或是Covermark這一款 那我今天就用LORA的蜜粉 來跟大家分享怎麼使用蜜粉定妝 你就先這樣沾 千萬不能直接弄在臉上 拿出這個蜜粉的蓋子 你就在蜜粉蓋子這裡轉一轉 甩一甩 你要在手上再甩一甩看 接著你從臉中開始 輕輕的滑過去 旋轉式的這樣子滑過去 眼皮也有上蜜粉定妝喔 然後接著你就用手背碰一下 你看哪裡還有點黏黏的 就表示那邊蜜粉沒有上夠 所以就再一次這個步驟 看它還有一些魚粉 然後就是一樣旋轉式的 可能乾上完這樣還沒出油的時候呢 你的臉會比較死白一點 但是當你的油脂出來之後 跟你的皮膚融為一體之後 你的妝感就會變成比較偏奶油肌的質地 其實我這個手法它並不會本人看到妝後 它是覺得你的妝比較完美的那種感覺 接著你就是開始用這個 剩餘的這樣在你的毛孔這裡打 就是會刷出一種光澤 接下來就是第二道蜜粉 我現在剛剛不小心試上了一下 就是你要挑這種有點 你們看得到嗎 這有點粉粉的蜜粉 就是比較淺色調的蜜粉 譬如說粉色系紫色系的蜜粉都可以 然後你就是可以拿這種海綿 就是輕輕的點在這個位置喔 然後法令紋的位置 現在處於一種很好笑的狀態 然後眉毛上方 我挑的這一款它比較透明一點 所以我可能上上去 可能你們看不清楚 所以我故意上比較厚 好這樣你就可以開始化妝了 那我個人習慣就化完底妝 乾化完底妝之前 我就會先上護唇膏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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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畫得差不多了 可以看到我臉上的那個剛剛放的那些味噌蜜粉其實都有點被吸收掉 然後記得拿一個乾淨的刷子 拚命的把多餘的粉給刷掉 然後記得就可以上腮紅跟修容 OK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夏天超持久布容妝底妝分享 重點就是產品要用對 然後手法要用對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